志玲姐姐又出來上班啦 20號出席手錶品牌活動 而這也是她第17年代言 現場更是難得開金口獻唱 那既然是生日快樂 您可以清唱一段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做一句啊 做一句 怎麼回來這麼小氣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下個月也是您的生日 好快喔 好快喔 專業就是快要無時啦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沒事啦 其實我們敢提是因為 你真的看不出了 第一三年 實際是幾歲 到下個月是48 7 6 5 4 3 2 1 就忘記 剩兩週吧 應該就是有時候請了家 感受一下女明星的生活 每天晚上把小寶貝哄睡以後 然後消毒含奶瓶等等 就會自己坐下來 可能沉澱一下安靜獨處 然後有時候可能跟先生聊聊天 我會覺得那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奢華的時間 對 老公比較好聊還是我比較好聊 會 應該是我比較好聊 你怎麼可能 你們語言又不通 我這麼少見到你 我一定要叫老公 也對 對啊 會不會很想趕快回家照顧你的小寶貝 會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也會吧 我不會 我沒有很想回去啊 我還請保姆今天加班耶 我今天會忙到大概八點半左右 出門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看著媽媽 媽媽我們不是每天都要在一起 我說等我一下媽媽馬上回來 會想念 會捨不得對不對 其實他睡著了以後 你還會看手機的照片 所以手機裡面現在老公跟小孩照片的比例大概是 其實都是他們兩個 然後沒有自己 之前傳說Aquila要出席金鐘獎 今天他已經在國務紀念館被拍到去彩排 所以他確定會出席了 請問你有沒有私底下跟他聊過上台要住一些什麼 有在家會稍微練習一下 就可能我演主持人 他演嘉賓 練習一下說可能會發生的這樣的情況 明天麻煩您多照顧 主持人是鄭國城干我屁事啊 那我沒有空照顧他 因為我自己都很忐忑 我中獎接力大概多高 我已經好幾年沒有拿了 我們一起禱告 就直接講全部打扮 太荒謬了 竟然在這裡禱告 有志玲姐姐的祝福 喜歡小個人順利拿獎啦